在你的口感爆炸的比賽整個過程中 有沒有下過 好像也達到自己想要 我是內心很脆弱 然後有些玻璃心 超焦慮的跟我說 糟了糟了Ivy 你努力的話一定會見到成果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是Polly 我是Ivy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我的IG 我最近就給完一個健美的比賽 健美比賽應該大家都知道 在飲食方面 是要做得比較嚴格的 所以我們已經9個月 沒有正正經經的外出吃東西 所以今天我們準備了很多美食 去慰勞Polly這半年以來的努力 還有我們都會一直吃這些東西的時候 會回答大家在PollyIG流的關於Fitness 或者健美比賽的Q&A 今天事不宜遲 我們就馬上開始 我們今天有在油麻地好出名的大吃大學 我們就叫了沙嗲牛肉滑蛋 鹹牛肉芝士滑蛋 然後有個女生很喜歡吃的 胡梨肉鬆三文治 還有一個挺有名的 史林台式香酥蛋味 然後我們到最後還有一個甜品 是我在比賽期間 我經常都在看IG 看台灣的甜品代購 都放了半個月 然後就聊到現在 和Ivy一起開吃 我選的這個就是香蔥鹹牛肉的三文治 我這個是沙嗲牛肉滑蛋三文治 好吃 它裡面有一些洋蔥 然後牛是很嫩的 然後它的蛋也是很滑的 外面經常吃的沙嗲牛肉公仔麵 是很鹹的 但這個是恰到好處 外賣回來也超好吃的 而且我這個香蔥滑蛋 鹹牛肉的三文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旺記冰室 其實就是很像 旺記冰室的滑蛋 放在三文治裡面 但還是很好吃的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就進入問問題的環節 而第一條問題 就是有人在Polly的Q&A問她 為什麼會這麼想參加健美比賽 做一個健美運動員呢 在這個比賽期間 也有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其實我也有重複思考過很多次 最大最大的原因是 真的我想試試挑戰一下自己的極限 因為我覺得我經常都放棄 好像小時候學很多的興趣班 做其他運動 例如跳大網 寫煎 我也是很容易放棄 一句說 我覺得自己沒有天分 然後我就會不玩放棄了 但其實我覺得健身這件事是 你努力的話一定會看到成果 你付出多少你就真的會看到 你身體上的健白有多少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令我 可以很義務反顧地去疾錢 還有我想試試人生中很discipline 去做一件事令到自己完全無悔 除了一開始的勇氣之外 其實之後也要付出很多努力 才可以獲得成功 所以不知道它中間的過程又是怎樣 我先說一說我什麼時候開始比賽 因為我一向肌肉量不多 所以我的教練都推薦我 進行一個長一點的過程 我總共有9個月左右 我由今年1月開始比賽 初期為了增加肌肉量為主 所以也會有些calorie的盈餘 因為我本身食量不太大 然後那一陣子餐單其實也是 吃很多很多飯 又吃很多雞 超出了我的肚子 覺得自己可以負荷的一個量 我記得她當時要bulk的時候 她一天要吃五盒飯 超焦慮的跟我講 糟了糟了Avi 我還有兩餐未吃 但是我9點才下班 她去到可能9點要吃一餐 然後臨分前12點又要吃一餐 她當時吃taps 已經吃到她吃不到飯 她當時是要吃一口飯 又喝一口葡萄可樂 才可以送到那個飯下肚 所以真的超級辛苦 我覺得我自己的時間管理 其實是做得有點差的 在比賽的一開始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time好 究竟第二天的schedule是怎樣 但是其實你吃東西的時段都很重要 例如你吃得太密的話 你會消化不前 但是那時候就因為 只顧著上班 真的12點1點才吃完 最後的餐制住睡覺 所以之後去到後期也有改善 然後就前一天寫下 究竟自己第二天有什麼時候上課 什麼時候吃東西 什麼時候粗東西 安排好之後就會輕鬆很多 所以這也是給大家的一個tips 其實比賽和非比賽期間的training 又不是說真的相差很短的辛苦程度 說起一開始 因為其實都是一星期粗5天 最大分別都是cardio的量多了很多 我自己就是踩兩吋肌 然後去到後期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要進行一些比較低碳的飲食 低噴肌就會令你好像沒什麼力量 所以去到後期是 一天可能踩兩轉機 再加上如果那天是lake day 我就真的會覺得 有一點眼前一刻的感覺 就是很沒力 走路也很沒力 但是我的應對方法就是 都是要減少自己工作的量 這個也很感謝我的manager 除了體諒我 所以去到後期 我都覺得在我的工作和地賽中間 我都拿到一個品牌 比賽過程 其實我的教練 是會幫我安排每一天的餐單 我要吃什麼 量是已經確定了 其實在街上 又或者是和朋友吃飯 或者自己走到supermarket 看到一些聶職的 其實都會很心動 但是你會再想 都不想再過一時之刻 那些東西吃又不會走的 而且我是覺得 比我努力的人 是更加更加多 就是我已經不算是很tap的 一個prep的過程 就是我感覺到 可能有更加多人遇到的 是比我更加辛苦的 所以我就覺得 那不如捱上去 令自己proud一次 那我剛剛說了一大輪 那現在我們就會 盡棍這個蛋餅了 很香 很香 原來我比較重口味 我覺得好像不是很夠味 Holly是比較重口味的 然後我是沒有那麼重口味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蛋餅 它最出色的是它的皮 很脆 而且你咬下去不會好像咬 它的麵皮的感覺 而是素取 那吃完這個 我們就現在開始下一條問題了 那下一條問題就是究竟Kolly 她最喜歡的workout是什麼呢 還有她最不喜歡的又是什麼呢 這個真的挺有趣 我自己是很不喜歡很不喜歡 Leg workout 因為Leg workout 是感覺上 你要插乾你身體上僅餘的力量 作為一個懶人 我也是最不喜歡Leg day 因為我覺得要set up很多東西 我覺得譬如你要做pizza 或者你要bomb餅 我覺得那個過程已經是超痛苦 然後我最喜歡的workout 就是粗博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身體上最大的變化是肩膀 粗博對我來說 是一件很有成功感的workout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是從年頭的時候 比起到現在 可能做了重量 例如肩膀壓力 就是加了成倍 所以我最喜歡肩膀 下一個問題 我相信都是很多很多 有心要參加健美比賽的人想問的問題 就是究竟請一個prep coach 是不是真的很重要 和很必須呢 如果你有決心去玩比賽 而你又不是第一次的話 我覺得prep coach對你來說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你對自己的身體都還沒有很熟悉 一個有經驗的prep coach 他懂得看食物的改變 對你身體上的變化有多大 然後從而去adjust 你每天要吃的東西 你的餐單是怎樣 你的training program應該怎樣 這些很多是見你身走 都不會懂得去留意到的 一些要點 還有prep coach 不只是給餐單 給training program 而是要留意你的心理質素 其實很多人 初初比賽都會遇到很多挫折 然後自我質疑 如果沒有找到prep coach 你不知道要怎樣處理 甚至你覺得已經要 臨放棄的邊緣 如果你找到一個適合你的比賽教練 他都會帶你走過這個過程 請比賽教練 是我一個做得很好的決定 令我不需要自己擔心更多 我只要100%去執行他這個計劃 我就知道自己可以做到所有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是給我自己的安心 不過我覺得請不請比賽教練 是很dependent你的目標是什麼 但如果對於一些人來說 他覺得只要站上舞台 無論自己身形是差定好 就算不拿獎 他都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成就的話 其實就未必真的要請 因為請比賽教練 都不是一件很便宜的事 我自己是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其實我不是想要拿任何獎牌 而是我想在這台上 表達到我自己最想要的身形 我知道靠自己是不會達到的 大家都要衡量一下 可能你自己在金錢上 要預留一定的預算在這個上面 還有大家選擇PREP Coach的話 其實也可以看看 究竟他PREP出來的那些學生 是不是你想要的身形 還有他過往的PREP人的經驗多不多 你一定要有豐富的經驗 你才知道你什麼學生 應該要用什麼方法去對他 OK 我們就終於 最後了其實我和Polly最期待的部分 就是甜食的分享 甜食方面我們就有 湖泥肉鬆的三文治 還有一個台灣代球超出名的 它是抹茶布朗尼蛋糕 它裡面有抹茶鬚頂 龍抹茶醉 海綿蛋糕 抹茶奶箱 我們等一下就會一起試一下 在吃的時候 我們都會問Polly 尾二的一條問題 尾二的一條問題 就是Polly會不會遲些出我的比賽 或者會不會有下一次的比賽 我現在這一刻 只是想吃多一點東西 之後的路我覺得 也有機會 因為我覺得很多地方 我還可以進步 我覺得這次可以很大改善 就是Posing 因為我自己真的練得不夠 搞到上台的時候又有些欠場 所以走得不是很Smooth 如果我再進步一點的話 我就可以更加圓滿這個經驗 所以我接下來也有機會再比賽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有機會是下年或者是後年 又或者過了10年之後再穿MASA 不如說回我們剛剛吃的這個護泥肉鬆的三文治 我自己覺得其實它也是好吃的 但我會覺得鹹味的三文治會更加好吃 因為這個護泥肉鬆三文治 我覺得它的口感比較單一一點 但是香蔥 滑蛋 牛肉 三文治 它的層次是非常豐富的 我覺得如果你是跟朋友去吃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就這樣點兩個味道 然後share 好 接著去到最後一個問題 其實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我自己私心想問Poly 他完全不知道我想問他什麼問題 我們就看看他是什麼反應 他...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我可以選擇性無答 不是 但是我問的問題就是 口正好 就是你比賽整個過程中 有沒有哭過 嘩 又真的... 又真的擊中了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都有試過 因為其實真的 你自己經歷過才會知道 是真的有點辛酸的 而且我覺得是我本身心理質素 不是這麼好的人 就是我內心很脆弱 然後有玻璃心 我身邊的人說一兩句 就會打沉了我的意志 所以當中可能去到中段近尾聲的時候 是有哭過的 因為那時候是覺得 自己一直都好像挺努力的 但是好像也達成不了自己想要的身形 或者效果 那時候是... 還有有點迷惘 好像忘記了自己的初衷 那時候是覺得 好像有點太重視過名次 好像自己浪費了自己這麼久以來的 努力和時間 和金錢 我覺得自己做得很差的是 我經常會想和別人比較 然後我也想通過 就覺得 其實我只要寄予自己的初衷 是我對自己無愧 然後我可以美麗地上舞台 其實已經是一件很滿足的事 然後到最後 我們就吃了 最期待的一個抹茶甜品 但其實剛剛Polly根本已經太適合了 她終於在裝 看得到的 超好吃 超幸福 超幸福 它是抹茶在你的口腔爆炸的感覺 你好像在拍一大包抹茶粉 很好吃 你以為這麼大盒抹茶甜品 應該會很甜 但其實它裡面加了一些 creme cheese 去中和 我覺得如果放在冰箱 冷到有點像冰淇淋 會好吃一點 對 我們已經吃了很多東西 但還是很有胃口 這個東西 大家如果是很喜歡抹茶的話 一定要買這個抹茶 我想值著 今次多謝 有支持過我的人 其實最初我說 玩這個比賽 我家人其實 不是說真的很理解 因為我們現在正常 都不是很明白 這個運動 究竟是在做什麼 但很多謝他們 最後看到我的努力 都是有好支持我 例如跟他們吃飯的時候 他們都會特意幫我 準備一些我可以吃到的東西 還有當然還有 Ivy 還有我的男朋友 他們真的 真的玩兩個比賽 其實他們要準備的 真的很多 事前前一天 我可能進住酒店 他們幫我準備好所有東西 去到上台前一刻 他們是更擔心過我 我覺得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我都不會驗勝到這個比賽 還有很重要的 當然要多謝我的prep coach Brian 還有我的posting coach Hebe 他們一直都是 由我是一個地底來 慢慢把我打造成一個 可以上到舞台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他們 當然不少功勞 下了很多功夫 還有一些Q&A 是叫我們分享一下 一些做gym的outfit 大家記得 stay tuned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Bye Bye Bye